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由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空难电影《空难余波》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男主约翰在指挥工人工作 他是个建筑工地指挥员 最后在跟领导汇报工作进程的时候 领导让他今天提前下班 还特意准许他休息一天好好陪陪家人 原来,约翰妻女乘坐的航班今晚到家 他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 约翰回家后洗了澡 又将房间精心布置了一下 晚上便来到机场准备接妻女回家 却听到广播说航班延误 约翰到服务台咨询情况 服务人员把他带到私人办公室等消息 没过多久 一名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进来 非常严肃地通知约翰 他妻女乘坐的航班遇到了极其不幸的事故 而且这种事故一旦发生 通常不会有任何幸存者 这个消息对于约翰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他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直接晕倒了 醒来后依然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此时的他独自走在机场里 孤独又可怜 接着 镜头来到事故发生前的机场指挥台 当晚是雅各和胖哥值班 胖哥出去找吃的了 留下雅各一个人忙活着 随后来了两名维修电话线的工人 把电话设置成了安全模式 这期间会有五六分钟电话信号会不太好 接着 雅各收到AX112航班 也就是约翰妻女所乘航班 到达目的地请求下降的信息 这时 领导过来告诉雅各 某航班出了点意外 要改变航线 让他赶紧通知其他打台 雅各一个人面对这么多问题 显然有点忙不过来 就这样 AX112在下降过程中和另一架飞机撞上了 雅各看着屏幕中消失的两架飞机被瞎蒙了 随后他被带到办公室 领导告诉他 两架飞机相撞 已经在山谷里发现残骸 很可能没有人生还了 只是目前死亡人数还不确定 雅各自责的痛哭流涕 第二天 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此事 两架飞机的271人全部死亡 约翰这边 看着揪心的新闻再也坐不住了 驱车来到事故现场当志愿者 他想第一时间找到妻女 飞机坠落现场一片狼藉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他忍了这么久的泪水夺况而出 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生活该如何继续 雅各这边情况也没好到哪去 家门口被人写上凶手 谋杀者等刺眼的红字 他颓废的躺在床上 约翰经此打击也一蹶不振 去看妻女时 每次都待很久 经常在墓地过夜 在家也是一遍又一遍看妻女以前的录像 根本不敢相信她们已经离开自己了 这天来个女记者敲门 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这场空战的书 本着真相原则 有一些问题想咨询约翰 约翰没有接见女记者 他只好留下一些自己写的文章走了 晚上约翰在看这些文章时 朋友同情他的悲惨遭遇来看他 还给他送来些吃的安慰一番 约翰不由的又陷入悲伤 雅各这边也是非常痛苦 尽管妻子说那不是他的错 但全部无济于事 第二天 雅各又来到商店买了一把枪 或许是想自杀 或许是自卫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天 领导叫雅各回公司商量对策 楼下全都是不依不饶的记者 好不容易才脱身 公司管理层一直都是采取 对职工有利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这次事件特殊实在帮不了他 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领导建议他离职 换个城市换个名字 重新开始 会给他丰厚的离职补偿金 尽管雅各很犹豫 但是为了自己家人还是答应了 约翰这边来到航空公司 他独自起诉了他们 律师轻车熟路的介绍处理办法 赔偿金额等事宜 几次打断约翰的话 根本不理会他想表达什么 其实约翰只是单纯的希望 航空公司站出来 对此事件道歉而已 律师他们还威胁约翰 再闹下去一分钱也拿不到 约翰气愤的离开了 雅各布这边来到救助室 心理师企图开导他 他却只想要一些药物 回到家后雅各服药自杀 不过药物带来的痛苦 让他后悔自己这个决定 又口嗓子吐了出来 专研一年过去了 雅各换了新工作 约翰也找了给人修理院子的活 来分散失去妻女给他带来的痛苦 晚上约翰去找女记者 请他帮忙找发生事故时的指挥员雅各 第二天记者找到雅各 说自己关于这场灾难的书 已经写完准备出版了 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加进去 雅各说这场事故让他痛苦万分 自己并不是坏人 这是一次说不清责任的失误 女记者把找到雅各的消息告诉了约翰 但是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约翰雅各的地址 他怕约翰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约翰说他只想要个道歉 就这样女记者告诉了他地址 雅各这边听到敲门谨慎的拿起枪 打开门却是妻子和儿子来看他 虚惊一场 第二天一早听见敲门 妻子去开门门外却没人 约翰不知道如何开口 只能躲了起来 晚上门铃又响了 雅各打开门 奇怪的看着眼前这个陌生人 约翰激动的拿出照片说 这是我家人 是你害死了他们 却没向他们道歉 雅各以为这人是个疯子 说那只是意外 还扬言要报警 约翰被这些话刺激的情绪失控 拔出刀杀害了雅各 妻子和孩子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大哭 约翰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妻儿 还安慰他们不要怕 约翰被捕 鉴于他们的遭遇 加上严重的心理疾病 法官决定从轻发落 判了十年 约翰出狱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墓地看妻女 这时 他身边出现个问路的男孩 目的地也是妻女所在的墓园 可同行一段时间后 男孩说 自己父亲并没有葬在这里 约翰忽然想起 这是雅各的儿子 十年过去 他已经长成大人了 男孩忽然掏出枪指着约翰 可是他挣扎了好久 最终并没有开枪 因为他知道 渊源相报何时了 这样互相伤害下去 没有尽头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空难余波上映于2017年 由阿诺德·施瓦辛格等主演 根据2002年发生的 乌伯林根空难事件改编 这次空难造成两架飞机上的 71人全部遇难 不幸的是 其中一架是包机 尚有45名去西班牙旅行的 俄罗斯儿童 而事故的原因 除了空管人员的调度失误 还有飞行员 未按照空中防碰撞系统操作 以及航空公司的监管不力 让一个空管同时指挥两片公寓 再加上设备检修等多重因素 最终导致了本次悲剧 而本片也是阿诺德·施瓦辛格 新风格的尝试 将一名痛失妻女的复仇者 演绎得淋漓尽致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帝解说就点关注吧 王帝讲电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